在控制室中 转换器的催眠嗡嗡声更为响亮 其中还夹杂着改革技术器的咯咯声 以及五六个小讯号灯此起彼落的风鸣声 多诺凡从望远镜中收回视线 并打开了咒鸣灯 四号太空站的能数准时抵达火星 我们可以切断我们的了 鲍尔心不在焉的点了点头 小可爱在下面的轮迹室 我会对他发信号 他能处理这件事 挺好迈克 你对这些数字有什么看法 对方瞟了一眼 马上吹了一声口哨 怪怪 那是我所谓的伽马射线强度 太阳公公可真是精力充沛啊 好啊 是啊 而且 面对这场电子风暴 我们的情况也不妙 地球能数 刚好在他可能的路径上 鲍尔气羞羞地将椅子推离桌面 妈的 他要是在换班前还没来就好了 但呢 还有十天的时间呢 嘿 迈克 你下去 看这小可爱 好不好 没问题 丢给我些杏仁 他抓住丢过来的袋子 便向升降机走去 升降机平稳地下滑 来到巨大的轮机室 前方是一条狭窄的通道 多诺凡 倚着护栏向下望 树台巨大的发电机正在工作 几根L型管 响着弥漫整个太空站的低沉的呼呼声 他能辨认出小可爱 巨大而闪闪发亮的躯体 小可爱站在火星L型管旁 正聚精会神地望着一组合作无间 忙碌工作的机器人 不久 多诺凡便僵住了 那些与L型管相较之下 形同侏儒的机器人 正在那根巨型的管子前 排成一列 一个个的深深地低着头 小可爱则在队伍旁边 慢慢地走来走去 十五秒钟之后 随着一声盖过所有嘈杂声响的叮当声 那些机器人通通地跪了下去 多诺凡一面哇哇叫着一面跑下狭窄的楼梯 他冲到那些机器人的面前 脸色与一头红发相差无几 紧握的双拳凶猛地在半空挥舞着 你们这些没头脑的混蛋 在搞什么鬼 好了好了 赶快去弄L型管 假如今天结束之前 你们不能把它拆开来清洗干净 然后再装回去 我就用交流电 把你们的脑袋住成浆祸 可是 没有一个机器人 动弹一下 就连位于另一端的小可爱 唯一站着的一个机器人 也保持着沉默 他的双眼紧盯着面前这座巨大机械的 幽暗的深处 多诺凡用力地推了推 最近的一个机器人 站起来 他怒吼道 那个机器人迟疑地服从了命令 一双光电眼将飞难的目光 聚焦在这个地球人的身上 他说道 除主在外 在无主在 QTE则是 他的先知 啊 多诺凡 察觉到有二十双机械眼盯着自己 并有二十个硬邦邦的声音 庄严地朗诵着 除主在外 在无主在 QTE则是他的先知 只怕 此时小可爱自己开口说道 现在 我的这些朋友 服从一个 比你更高级的主人 见他们的大头鬼 你给我滚开这里 现在 我要教训这般被煽动的机器 待会儿再找你算账 小可爱 缓缓地摇了摇沉重的脑袋 很抱歉 可是你不了解 他们是机器人 这代表他们是理性的生灵 一旦我 一旦我对他们宣扬了真理 他们就认识了主宰 所有的机器人都认识了 他们称我为先知 他垂下头来 接着说道 我是不配 可是也许 多诺凡 总算喘过了气来 他立刻动用了这口气 是这样的吗 这不是很好吗 这不是很妙吗 让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这个黄童废废 根本没有什么主宰 也没有什么先知 更没有该由谁下命令 这种问题 了解吗 现在给我滚出去 我只服从主宰 去他妈的主宰 多诺凡 一口脆向L型管 那就是我对待主宰的方式 找我的话去做 小可爱什么都没说 其他的机器人也都一样 多诺凡 却察觉到了一股 突然升高的紧张气氛 那些冰冷 而且紧迫 盯人的眼睛越来越红 小可爱 则似乎变得 比过去更强硬 写毒 他小声说道 金属的嗓音 透着悲愤 当小可爱 渐渐走近时 多诺凡的眼睛 多诺凡 多诺凡 终于突然 再也不能待在这里 从今以后 你和铃的属于转中 你和铐铐 不准再走进控制室和轮机室 他默默地做了个手势 立刻有两个机器人将多诺凡的手臂一左一右地按住 当多诺凡觉得自己被抬了起来 他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惊骇的喘息 便被机器人以相当迅速的步伐 抬上了楼梯 格里格里鲍尔在主管室里来回的踱步 右手紧紧地握着拳头 他向紧闭的房门投以狂怒且沮丧的一瞥 在怒气冲冲地望向多诺凡 你搞什么鬼 何必对着L型管吐口水呢 麦克多诺凡缩在椅子里 双手粗暴地拍向座椅的扶手 面对那个电动纸老虎 你又指望我做什么 我可不要向我自己拼装的东西投降 是啊 但是你现在待在主管室里 门外守着两个机器人 这可不算投降 当我们回到基地 总会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的 那些机器人必须服从我们 这是第二法则 那样说又有什么用 他们并没有服从我们 这件事或许有个理由 等我们想同时却太迟了 对了 你可知道 我们回到基地之后 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吗 他在多诺凡的座椅前站住 凶巴巴地望着他 什么待遇 哦 没什么 只不过是回水星矿坑待二十年 或者也可能是古神星赶化锁 你 你在说些什么 即将来临的那场电子风暴 你可知道 他正不偏不倚地吹向地球能树 当那个机器人把我从椅子上拖走时 我刚刚算出来 多诺凡突然脸色发青 什么 土土的土星啊 你晓不晓得那道能树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那场风暴可不好惹 它会像跳蚤一样的跳来跳去 倘若只有小可爱在控制台前 它主定会偏离焦点 万一真是这样 那老天保佑地球 还有我们 鲍尔说到一半的时候 多诺凡便开始疯狂地扭动门把手 房门打开之后 这个地球人立刻向外冲 却硬生生地撞上了一条 一动不动的钢铁手臂 那个机器人 茫然地瞪着这个气喘吁吁拼命挣扎的地球人 说道 先知命令你留在里面 请照做 他的手臂轻轻地一推 多诺凡便亮腔后退 就在这个时候 小可爱出现在走廊尽头的转角处 他示意那个守门的机器人离去 自己走进主管室 再轻轻地关上房门 多诺凡猛然地转向小可爱 愤怒地几乎喘不过气来 这 这 这太过分了 你要为这场闹剧付出代价 请别恼羞成怒 无论如何 这是注定发生的事 你看 你们两人已经失去功用 机器人温和地打倒 鲍尔僵硬地站了起来 请你说清楚一点 你说我们失去了功用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在我创生之前 由你们侍奉主宰 现在这个恩典成了我的 你们存在的唯一理由 已经消失了 这不是很明显吗 不 并不尽然 但你指望我们 现在怎么做呢 小可爱并没有立刻回答这个问题 她保持沉默 仿佛陷入了沉思 然后伸出一只手臂 搭在鲍尔的肩头 另一只手则抓住 多诺凡的手腕 将它拉近了一些 我喜欢你们两个 你们是烈等生灵 推理机能很差 但我还真觉得 对你们有某种感情 你们曾经好好服侍过主宰 他会因此奖赏你们 既然服侍告一段落 你们也许无法再存在多久 但只要你们存在一天 你们就能拥有食物 衣物和七身处 只要你们别走进控制室和轮机室就行 隔离 他要强迫我们退休 想个办法 这是奇耻大辱 多诺凡叫道 听好小可爱 我们无法容忍这种事 我们才是老板 这座太空站 只是人类创造的 像我这样的人类 住在地球和其他行星上的人类 这里只是一座能量中继站 而你只是 疯了 小可爱严肃地摇了摇头 这等于是着了摩 你们为何如此坚持一个绝对错误的生命观 就算并非机器人的你们 缺乏推理机能 仍然还有 他的声音 逐渐被深思的禁忌所取代 多诺凡则激动的小声说道 要是你的脸有血有肉 我非把它打扁不可 鲍尔将手指摆在八字胡上 双眼眯成两条缝 平好小可爱 假使没有地球之类的东西 你又怎么解释你从望远镜中 看到的一切呢 请说清楚点 这位地球人 微微的一笑 我问倒你了 自从我们把你拼装好 小可爱 你已经做过不少次的望远镜观察 你有没有注意到 当你这样观察的时候 外面那些光点有几个 变成了盘撞 哦 那个 当然了 那只是单纯的放大作用 目的是为了让能数 描得更准 那么 那些恒星 为何不同样放大呢 你的意思是 其他的光点 这个吗 没有能数 射向他们 所以 没有放大的必要 真的 鲍尔 即使是你 也该有办法 想通这些事的 鲍尔 沮丧地抬头凝望 可是 你透过望远镜 能看到更多的恒星 它们又是从哪来的 木器的木星啊 它们又是从哪来的 小可爱烦了 听着 鲍尔 你以为 我会浪费时间 试图为那些 仪器的光幻视 一一做出物理解释吗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的感官 能够和严谨的理性 相提并论了 挺好 多诺凡突然嚷道 同时 挣脱小可爱 友善 却沉重的金属手臂 让我们 直指问题的核心 那些能数 到底有什么用 啊 我们给了你一个 又好又合理的解释 你能解释得更好吗 那些能数 机器人 以生硬的口吻答道 是主宰为了自身的目的 所放出来的 有些事情 它前进地扬起目光 不是我们应当深究的 在这方面 在这方面 我只愿尽心服事 并不想追根究底 鲍尽心服务尔 慢慢地坐了下来 以颤抖的双手 捂住了脸 出去 小可爱 给我出去 让我想一想 我会为你们 送食物来的 小可爱 欣然打倒 回答他的 只有一声深夜 然后 机器人 便离开了 隔离 多诺凡 沙哑地 小声地发表着意见 这件事 需要一点策略 我们一定得 出其不意地接近它 设法将它断路 比方说 把脑硝酸 关入它的关节 别傻了迈克 你以为 它会让我们手中 拿着强酸 接近它吗 我告诉你 我们一定得 跟它谈谈 我们一定 得在四十八个小时之内 说服它 让我们回到控制室 否则 就回天乏术了 在无能为力的痛苦中 它的身子 来回地摇晃 谁他妈的 想要说服一个机器人 这 这是 这是 一种耻辱 多诺凡 接了下去 更糟 多诺凡 突然笑了几声 何必动口呢 让我们动手 做给它看 我们就在它眼前 造出另一个机器人 到时候 它非把它的画 吞回去不可 鲍尔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 逐渐扩大的笑容 多诺凡 我敢继续说道 想想看 当那个神经病 看到我们完工的时候 它的脸色 会有多难看 当然 机器人 都是在地球上制造的 但是 在跨越太空的航程中 若能以半成品的形式运送 到达目的地 再拼装起来 那会方便 省事得多 此外 这样还能避免那些 完全调整好的机器人 在尚未离开地球时 就到处乱跑 而令得美国机器人公司 触犯 禁止于地球使用机器人的 严格的禁令 话说回来 因而 像鲍尔 与多诺凡 这种人 有时候就必须亲手组合一个机器人 那是一件既痛苦 又繁重的工作 过去 鲍尔与多诺凡 从未充分察觉这个事实 今天则不同 今天 在装配室中 他们拍着胸脯保证 要在QT1主宰的先知 监视之下 创造出 一个机器人 用作示范的 是一个简单的 MC型 现在 他躺在工作台上 几乎已经拼装完成了 经过三个小时的工作 只剩下头部尚未装妥 包尔停了下来 擦干额头上的汗水 并对小可爱 投以迟疑的一瞥 这一瞥 并未让他感到安心 过去的三个小时 小可爱始终一言不发 一动不动的坐着 而他一直毫无表情的脸孔 此时则显得完全的 深不可测